大家好 歡迎回到RareTrader的頻道 又是Henry跟大家說一說 今次有什麼看法 上個星期 星期四、五 或者星期都做得非常不錯 星期四、星期五 其實星期五比較特別 就是有個飛龍的數據 做得非常好 看法都完全是我預料之內 都是先升後跌 如果有跟到或者有看到 我無量Telegram的頻道 或者是Fortune Insight的每天的短行程 都會有些啟發的 有時候短炒就找一些方法 找一些做法 是適合自己 那你就跟回那個計劃去實行 那就OK的了 這個是我的Page RareTrader 記住ID是RareTraderHKG 對啦 RareTraderHKG 這樣就會見到 對啦 那今天呢 就是 回到大家的訊息 你都未回到大家 其實還有不少訊息 都在問我 其實 那就想說一說 什麼價位 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然後呢 回到圖表 其實呢 周線呢 就收過陰竹 周線收過陰竹 然後呢 那日線呢 就收過陽竹的十字 這樣就收在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呢 它這個區間是中間 那我就認為呢 其實 它都仍然是一個橫行 的震蕩的形態 那今天我們就在這些範圍呢 其實都是 這些範圍呢 做了一些拿貨的 對啦 那拿一下這樣 衝高再回落 那其實呢 那真的非常安靜 因為今天其實是 美國的勞動節 那就休市 那時候就去到1點am 就收市的了 那最近的位置呢 其實看在哪裏呢 其實如果在日線上 看都非常清晰 如果你真的想留意一下 那些支持位 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通道的底部 例如在這個範圍附近 如果頂部都很清晰 其實都是跟回我上個星期的行程 那如果用回4小時圖來看呢 都不是真的那麼難明白 只不過呢 我剛剛看圖的 這條線呢 就多了少少 那如果我減回小一點呢 減回小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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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簡單少少 那我自己看 其實呢 要看少少斜線去輔助 最近 那如果 真的 你說簡單一點 看最頂最大 剛剛就說了 已經 那如果短線上 那自己就要在一些小事圖 找些機會 那上個星期啊 或者其實最近呢 都 在9月剛剛開始 都做得OK的 都非常之不錯的 其實 那雖然是一個超級數據州啊 都很多重大數據 那都幫大家 都找了不少的利潤 其實 其實那個區間呢 都是在 我們 畫好的一些頂底裡面的 那只要你做回好一個 風險管理啊 然後做回一個好的盈規比 那個價位 入市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原來這些頂底去到哪裡 就要走的了 那這些呢 其實是一個 交易員 或者一個做短鈔的朋友 必須知道的東西來的 如果你真的 我不喜歡看 我畫你的線 沒關係的 我沒有畫這條線 是一定對一定中的 沒有可能的 其實不一定 每次都百發百中的 但如果真的 你要去留意一些價位呢 那你需要用一些趨勢線去輔助 所以 我為什麼 譬如上個星期初 我可以預言到一些價位出來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去看一些圖表 那如果你說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看到啊 為什麼你會知道 飛龍是先升後跌啊 為什麼 數據可以炒到啊 當然我用其他工具去輔助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 可能跟我去學一些 技術分析或者操作黃金呢 你也是要 有一個 陰陽燭 看法 或者是一個 看一個趨勢線 或者看一個支持阻力的 一些基本概念的 那這個呢 也是你跟我上每月課堂的 其中一個重點啦 那這個呢 都希望大家去掌握到這個 因為其實 不只黃金 其實有陰陽燭的市場呢 你都需要你去這個觸覺的 這個觸覺呢 其實會幫到你做很多不同的投資 而你知道的時候呢 你會更加淡定 那所以其實很多看法呢 你都是可以去參透 或者你都要去知道啦 起碼如果你是真的 你的投資工具 譬如我你是真的看樓市的 那可能陰陽燭 看的時候呢 就少些了 但如果你真的炒 或者是喜歡看一些有陰陽燭的 例如可能 一些大家很喜歡的市場啦 例如本地的一些投資市場啦 或者是一些黃金啊 甚至是一些其他商品啊 那你都很需要是 了解這件事情的 那如果我們真的看這個日線啊 或者其他 的範圍的時候呢 你看到很清晰的 其實我已經 由上兩個星期已經畫了出來啦 因為這個震盪已經超過四個星期 其實那些頂底呢 都不是真的那麼難去捕捉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坐定 慢慢去看 其實你都會做到我看的一些價位 當然你說真的炒數據啊 或者真的有些即時的反應啊 當然這些很需要你自己的觸覺啦 不是我去 我每一個分鐘 去捉住你 跟你說 怎麼看怎麼看 而你自己 如果不去消化呢 就很難去理解到的 那所以呢 我都希望大家去了解到這件事情 亦都是想大家去了解的就是 我這個page 是幫大家去了解這個 黃金市場啦 對了 認住這個ID啦 我的facebook page的ID是 RatraderHAG 那沒有其他的啦 那當然有人抄我啦 有人無形我啦 有人扮我啦 有人攻擊我啦 whatever啦 我不是很理會這些東西 對了 因為呢 如果你真的要成功 或者你要做好一件事 你是不會理人家怎麼看的 而且你是不會去介意 別人去講這些什麼的 對了 那你最重要是做好你自己 那然後呢 那你就 得到你的成績 那就非常之好了 所以我說的呢 就是黃金市場 還有陰陽燭 還有這個風險本理啦 還有一些 看圖的一些心法 一些觸覺 那你喜歡呢 你可以訂閱這個Fortune Insight 它當然不是即使更新的一個行程 但是它都有每天的一個行程去分享一下 對了 那如果我沒有文章的日子呢 可能我有少用一些行程去代替 晚上 可能再分享一個看法啦 這樣 那是我認為是幾好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說最近有什麼價位 其實呢 說真的 跟上個星期呢 不是差非常之多 也都是代表 如果震盪得這麼厲害 如果真的突破了呢 你都要非常之留意 對了 沒有說一個價位呢 是不斷地入市 不斷地可以贏錢的 市場是會千變萬化的 這個是 你有投資過 或者你有接觸過任何市場 你都知道了 市場是不會停在等你的 市場是不會等你 你先賺錢 然後我再去改變方向 市場不會這樣跟你說的 那你要知道的東西就是 我怎樣可以預測一些價位 價位離場的時候呢 那我就去再去做一些部署 或者 然後 下一個看法 調轉 如果市場出現變化 我怎樣應對 那這個就是我想大家去 留意到的東西 對價位 或者你有了解過 其實那個 看法呢 都不是真的差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 觸覺 有一個sense 你會慢慢去進步 這些呢 是我拿不走你的 是你學了的 所以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課堂呢 除了是因為我想多些人去 了解這個市場 不要再被以前那些壞風氣去影響 亦都是你自己去操作 就不要說 哇 好難啊 好難明啊 或者你這個市場不可以 不可能 怎麼會不可能呢 這個市場是全球的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 全世界 每個人都在玩的時候 你覺得問題在哪裡呢 問題就是你未了解 問題就是你可能你不懂 或者你沒有這個概念 你未接觸 都不要緊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二十幾歲 三十多歲 如果懂得看陰陽軸 這個是一個好的練習 可能你努力兩三年 比你依賴一份工作幾十年 這個是我的一個看法 那你說跟著測試的價位 其實都畫得很清楚 可能是下方這些支持位 那如果它真的突破了 你真的要留意 可能它真的會開始下跌 有更加深 周線級的一個調整 那如果它真的在這裡 仍然得到支持呢 不可能它還是再測試回 繼續震盪 或者甚至 上去這個一千九百五十幾 這些位 再測試 那如果你說再明顯一點的一個支持位 那就是一九七六 其實 不是很難明白而已 如果你有看這條片 你看了我的畫面 足足那麼久 你都會留意到 那些價格是在這些位置徘徊 在這些位置停留的 那雖然 不是說你真的每一個位 每一個位 你都捉到的 那可能你看個小事圖 一小事 你有其他的看法 有其他的價位 真的不要緊的 短鈔的東西 你自己有控制好的註碼 你不會說我一鋪定輸贏 或者一張單定輸贏 一張單要是發達 要是沒有了 你會這樣玩先 苦心自問 如果你會的 這條片你可以關掉 因為我不是說這些 那如果你真的有其他的看法 有其他的心法 你是慢慢去轉而 慢慢去理解 我覺得就 會幾適合你的 對 如果你說價位上 圖表上 其實就 我的心法 一般來說 就是 你看了 再看 然後 不同的time frame 去了解一下 有什麼價位 這個市場的人 正在看 而你可以去找些機會 就好像 今天這樣 其實呢 今天的位置又不是非常漂亮 其實再看回 我們今天是看 28 29 29 sorry 29 31 這位拿貨 其實你看到 他全日都是這位 徘徊的 其實25是什麼位 25就是我這幾天 這兩個禮拜 講的價位 1925 支持位 如果你自己有去這些位置 入市 拿貨 我覺得 你是有學習的 你是有了解過的 對了 也是正確的 所以我自己認為 20到30之間是一個支持位 這個是我今天的看法 亦都不怕跟大家說 今天這張單 不是做得 極靚 極靚 我捉不到今天最低的位 有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捉到 最低的位 但今天捉不到 因為今天的波幅 實在太小了 那所以呢 今天呢 其實 空間真的不多 可能你只可以平手 啊 少少這樣走 那在這位 那裏拿貨 拿貨 拿貨 就真的 沒什麼 方向 沒什麼 空間 可以上去 那看一下 明天怎樣 那剛才有個 新聞呢 那就 特朗普可能有這個 10月 有這個疫苗出現 那看明天的市場行成怎樣 那也都叫大家 設一個指示 那價位呢 其實呢 就走到這樣 那些線有沒有用呢 我不敢說它沒有用 你也都 不會說它沒有用 如果你有看開這個飲養足的話 那所以其實今天呢 主要呢 就是打算逢低拿貨 然後再上去一個 高一點的位置 再做沽 因為你現價去沽呢 實在實在實在 實在 太危險了 對 對 現價去沽呢 實在沒什麼空間 除非你早上 抓到今天的日子 那當然 我恭喜你了 對 那如果你說真的日子沽下去 那其實它也沒有什麼 目標價的 正常你的目標價 可能去到 一九 一零啊 一九一幾 其實它也去不到 那看明天去不去 那如果你有沽貨呢 那你可以設定一個指示 譬如今天日子在上面 那看明天 會繼續震蕩偏弱 其實我今天的看法呢 都是震蕩偏弱的 那所以呢 它不到它的沽貨的 我就試著拿貨 薄它上去 那誰知道它還沒上到的 那就用紫舌 就放在這裡 那那個 心法有時候 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所以上個星期 其實不斷兩天 高位做沽的 心法都是一樣 它震蕩偏弱的 或者是它不斷弱勢的 甚至做一支陰竹的 那我就嘗試找個高位去沽 例如ADP那一天 那所以呢 我們就在星期四、五 就做了兩支沽單 那今天呢 如果你真的 我指示了你兩元 三元 那沒辦法 就是可能上個星期 我贏十幾元 今天 我輸分一兩元 兩三元 那就是 你要睡覺的 你不喜歡開單 過夜的 那我控制不了你的 這件事情 所以這些呢 就很靠你自己的體會 如果你說圖表上的觸覺 這些呢 我是不會天脈下空跟你說 我 我 必贏 你不需要學的 你不需要理解的 完全 不需要理解的 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的 是 一個真正想你學東西 的一個 你可以說老師 可以說一個 了解這個市場的一個人 或者一個朋友 他是不會跟你說 我們不需要學的 你是不需要理解的 我從來都是叫你理解的 你叫你自己玩的 是的 我是不會做任何任何 這個社會裏面 有的 可能我幫你炒啊 有任何方法 叫你不要學 幫你炒 是的 沒有的 自己炒呢 才學到東西的 那這個是我 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學習過程 那當然多交易啦 多做trade 你就會有這個觸覺的 這些呢 錢賣不到的 錢賣不到的 用經驗 用時間來換回來的 這些是 那希望大家都明白啦 是的 就不要嫌我沉氣啦 雖然我很沉氣的 是你一講到這些東西 是的 風險管理啦 你的倉位啦 你的註碼 你的註碼多大多小 這些呢 非常非常之重要 是的 也是 我平時影片裏面 講的內容 是的 希望大家去注意啦 這個是我的Page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Follow Like Youtube 幫我上到1000訂閱 然後呢 我還會搞其他的 一些抽獎 和大家玩玩遊戲 這陣子大家在家裡都悶了 是的 就是這樣啦 暫時是這樣啦 這個禮拜呢 其實都是看上個禮拜的價位 是的 那所以呢 不是真的那麼難的 你看到 同一張圖來的 其實 你對回我上禮拜的影片 你看到啦 那張圖很像的 很像的 那些價位都是 那些底的頂 都沒有什麼變 所以最終的震盪呢 震盪呢 怎麼樣呢 震盪就是 快就快就出 不會每次到你目標 是的 堅決止賺 對了 堅決去離場 止蝕 止賺 止賺就是收錢 止蝕就是控制你的風險 降低你的風險 不會一張單 輸了你很多的本金 止賺就是 幫你的戶口 做大它 然後就慢慢增長 這個是我的一個 心法 希望大家去理解一下 是的 那 繼續努力 是的 那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是的 那 今天的這個分享 大概就到這裡 那 這個是我這個禮拜的看法 那 如果想看上個禮拜 或者看其他內容呢 歡迎在我Post下面的連結 我Telegram的大群組 那 現在有三千 多少人呢 大家提示 大群組就三千四人類 三千四百人 是的 那應該是香港玩黃金最大的群組 這個 所以呢 大家呢 有些朋友喜歡跟我討論 就PM跟我討論一下 或者你是喜歡 看回我的單怎麼看的 你就進去看看 看看大家的成績是怎樣 那我們的目標 就每首單每天五百到八百美金 那 那就 目標是這麼多 這個利潤是這麼多 那希望大家 加油 多交易 你就會得到 多一點的回報 這個回報不一定是 只是錢 可以是經驗 可以是你的觸覺 這些呢 是跟你一輩子的 那然後 就是賺錢的時候了 大家就 加油了 那 RareTrader的分享到這裡了 那 希望大家 就 身體健康了 加油加油 拜拜